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間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至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伯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盲200C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佛福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四十幾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 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 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亦都可以直接 預約袁醫生會診的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 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 好 今次跟大家介紹的療劑 是叫做 硫酸鈉 英文叫做 natrum sulfuricum sodium sulfate natrum sulfuricum 硫酸鈉 好 這個硫酸鈉 這個療劑 通常病人的那種體質 都是我們叫做hydrogenoid 就是那種怕濕的體質 那就是說 這類人通常就是 不受得濕氣重的地方 比如可能天氣的潮濕 或者住的地方 地牢、地庫 通常很潮濕的環境 那它就會不適 會導致很多問題出現 或者它吃了一些水分高的食物 甚至乎乳 有時候都會有 對它來說 都有一個壞的影響 那就是說 對濕特別敏感 那 劉酸鈉 也都是一個屬於肝的療劑 通常都會影響右邊身體 右邊的 那肝是身體的右邊的療劑 那有時候肝的症狀 可能肝炎或者口苦 車頭起床 車頭起床 可能是呆為滋滋 不得清醒 要很久才醒 那這些通常都是跟肝的症狀有關的 劉酸鈉是有一個很應用的地方 就是 它們通常是因為曾經頭部受傷 或者拼暈了 那其實呢 原來一般人 都一生裡面 都很多人 都經歷過拼暈過 或者臭暴 撞到碰到 有些說 20-30%的人 都有這些經歷 那所以這個療劑是很好用的 那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很多時候 這個劉酸鈉的療劑 通常是幫助一些人 因為曾經頭部受傷 出現很多的問題 包括情緒低落了 性格改變了 那很多時候 是因為 是自從頭部受傷 或者撥暈過 或者撥傷過之後 那在這種情況 就是你遇到這樣的病歷 過去的病歷 大家要記住 可以用這個療劑 是化解它那個問題的 因為跟療法來說 很多時候我們很著重 除了症狀要符合 那個療劑 還有那個療劑 是有很多病因的 譬如自從某一件事故之後 它就出現那個病 那這個對同的療法 是一個損療劑 一個很重要的準則來的 那剛才所說的 那個療劑 都是怕潮濕的 那它通常是 潮濕是導致它 是可能 那個 酵喘 那通常都是那些 濕的酵喘 很多淡 很多聲音 有些肝的濕症 就是 那些乾的濕症 就是 只是在那裡 敲 敲 敲 但沒有什麼癱 那這個 那個 那個 那個療劑 劉酸立的 烤症 通常是怕潮濕的環境 當天氣一變濕 它的烤症就會發作 OK 好了 那 劉酸立很多時候 用一些人的情緒 可能低落 開始有些自殺的傾向 尤其是 因為它 那個 曾經頭部受傷 或者搏昏過 那接著就出現這樣的問題 那這個也就要考慮 那劉酸立的這個療劑 跟另外一個療法的療劑 是 金的療劑 有些不同 在那個 在那個 情緒低落 自殺 都有些不同 劉酸立 通常 他會有很多 就是 他是自己想 有自殺的念頭 但是 他有些衝勁 有些衝動上去 但他又未必會做 即他會顧慮很多事情的人 那那個 金的那個 另外一個療劑 跟療法的 Aurum metallicum 這種人 就是很深層的自殺 他會很缺絕 要去做 這樣 好了 那 除了 那個 頭部受傷 導致出現那個 那個問題 可能 因為頭部受傷 出現那個 失明 這樣 或者 還有一個症狀 那 症狀 是 包括 那個 後尾疹 就是一個很強烈的 很壓迫的那種痛 尤其是那個 那個 後腦的底部 那麼 劉酸立的人 通常性格 就是 他是感覺自己 負擔過重,很多事情要做 他一般是很有負責,很有負責,很有責任心,很有使命感 但通常他有毛病,很容易自己過度勞累 他有工作多,他也不會要求找人幫忙 多多時候都是找他自己去處理,就算了 因為這種性格,自己有負責任,還有比較內斂 很多問題都是自己承擔 他通常覺得自己做得很辛苦 但他會繼續捱捱捱捱下去 譬如有個堂驅,譬如有個神父,某個堂驅要負責 他一個人在這裡做,做到事情都可以不睡覺 然後自己有很多哮喘,呼吸那些症狀 就會容易出現 還有一個症狀,通常劉宣立的時辰 出現問題的時間,很多時候會凌晨4點到5點 在中醫來講,3點到5點是肺經的時候 除了潮濕天氣,對他有壞影響 頭部受傷,撥暈過自己撞暈過,這是一個病的起因 還有一個情況,就是劉宣立是用來治療的臨病 因為可能真的感染了臨病 急性的臨病,出現了很多的分泌 譬如尿道,出現黃黃厚厚厚厚的 但未必會痛的,這樣的分泌 或者是鼻痘,都是黃黃厚厚厚厚的分泌 這些都是有機會是劉宣立的症狀 可以用得到的 我們在泰銅療法,有時去形容每個療劑 例如你去想到劉宣立的形狀 那種處境,就好像在哥倫比亞秘魯 有時在山上,你見到一些土著 就揹一些東西上山 他差不多可以說整間屋的東西都揹在自己的背脊上 在那裡走上,在那裡爬這個山 那你見到這個景象,其實劉宣立的人就好像這樣 背脊背了整間屋的東西,就在那裡 一個人堅持走上山 那種負累,那種過度的負擔 都是這種的症狀 對此來說,人生是一個苦難 是一個掙扎,是一個struggle 不是一個享受 那這個很多時候,你會發現劉宣立的人 就會是這樣的 他們是很獨立,很不強,很獨立 很多時候,自己什麼都揹上身做 做到自己就很辛苦,很辛苦 劉宣立的人都比較容易敏感 對於陽光,或者音樂都是容易敏感的 那通常這些人,你跟他交往 你發現他就是,就是 就是,不是很容易表達自己的 有時候有少許,他人牽 就是有少許,要保持距離這種這樣的性格 那通常呢,他看東西都比較悲觀 還有,是負面一點點的 但是他人呢,通常呢 就是會,可能會,可能會 敏鎮起你,生氣,生氣 但大部分呢,他們通常呢 都是比較收斂,比較嚴肅的人 那通常呢,他自己呢 有個理想,要做些事情 那他就會很辛苦地去做 有時候呢,會出現那些頭痛啊 或者扁頭痛啊 那通常呢,如果是因為頭部受了傷而出現的時候呢 那這個呢,就更加是這個療劑那個 那個症型來的 那他們通常呢,就會喜歡吃乳酪啊 但不太喜歡吃麵包的 那可能呢,是吃那些水果呢 之後會出現問題了 那因為那些濕性的食物呢 那他們是怕濕的啦 那通常喜歡吃甜的啦 那但是他們的肝的問題呢 那他們的肝的問題呢 令到他有時候不能夠消化那些膏餅啊 那些很油膩的那些食物呢 那樣,那他們呢 那他們呢,都喜歡吃乳酪啊 芝士啊,那樣這樣 那但這都不是一個很重要的 的主要的症狀 通常上呢,我們都遇到呢 都是會,情緒低落啊 呼吸的問題啊 哮喘啊 還有呢 是那個臨病啊 急性的臨病 那這三個範圍呢 我們很多時候呢 是用得著這個 這個的流酸臘這個療劑的 的 原醫生剛才介紹了的痛療療劑 覺得適不適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零丹妙藥啊 需要的話 有關痛療療法療劑 可以在 銅鑼灣 炸電街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陸創意健康店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 2577-3798 或者 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ousehop.com.hk online.househop.com.hk 好了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